加州杯国际驱棍球赛邀请赛刚刚落幕了 台湾七支的参赛队伍在返台之前 31号到游乐园去游玩 小朋友是玩得相当的开心 用球棍一个用脚 然后驱棍球得分在签内就一个16码签 如果在25码以后脚碰到或是什么 都有可能被判处罚脚球 就是从签底线往签内花 现在规则是要在外面 然后再带进去才能射门这样子 吕哲夫当年曾经是台湾驱棍球的国角 80年代移民南加州与加州杯比赛结缘 他表示1972年诞生的加州杯比赛 最初只有本地的球队来参加 为了推广这个球赛 1985年起他开始邀请台湾的队伍 31年来从来都没有中断过 并且扩大成为国际的邀请赛 今年有墨西哥 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 还有台湾等国来参加 加上美国队伍大人有65队 青少年有81队 选手人员也超过了2100人 这场比赛也成为国商节 长周末的一场运动圣会 文章 设计